金门海域渔船翻覆案 导致两岸情势升温 昨天还有三艘中国海舰船 出现在马祖海域 距离我们的南干岛只有5.75海里 从中国的船舶追踪资讯网可以看到 这一艘编号CMS8001的执法船 后续还在马祖附近绕 也让两岸情势更紧张 这是中国1500吨 省级海间专用执法船 是福建省最大的海间旗舰 21号下午包括这艘海间船 共有三艘中国执法船只 在台湾马祖南干岛线中 根据中国船舶追踪资讯 编号CMS8001执法船 下午出现在马祖南干西方海域 距离南干岛只有5.75海里 22号一早同一艘8001号 继续在马祖周围海域逗留 紧张情势持续升温 机动哽咽 他们都是2月14号 与台湾海巡船碰撞的渔民 海巡署表示 事发当天曾经多次与渔船接触 随后渔船翻覆 但因为海巡人员没有录影 成为罗生门 录音录影照相的资料在哪里 一艘快艇公务船上面有 四位海巡同仁 难道四位海巡同仁 他们在出勤的时候都忘记 带了密录器吗 不要片面改变现状 更不要来进行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正当性的这种过当的作为 两岸情势升温 就怕碰撞事故擦枪走火 一发不可收拾 华宣外山黄山 SG小组台报导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室新闻的YouTube频道